回應一下如何是靠主服侍 在主人們服侍而不是靠自己 靠自己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靠自己的能力 或者那個人很想高舉自己 很想有人注意到他 這些就是靠自己 如果說靠主事奉 首先就是在聖經建立好的根基 就是知道神的美好、神的美善 神是掌權的,神一切都掌握到的 神會祝福的 當我們走神的路 神一定會祝福的 於是人就會放鬆、輕鬆 不會那麼緊張、不會那麼擔心 而在親近神的時候 神會帶領他 看聖經,神會帶領他明白聖經 親近神,神會帶領他如何處理生命 如何服侍 神會指示他 神的指示可以在預備訊息的時候指示 亦都可以在講訊息的時候指示 在服侍的時候都會指示 其實每個人都是 兩個人 一個就是靠主 一個靠自己 其實每個人 兩個人都有 不過問題是他有多有少 有些人當他跟神的關係不是那麼密切的時候 他會真的靠多些他自己的頭腦 他所明白、他所知道的 而他所知道如果有偏差 譬如他對於神都不是很有信心的 他講到關於倚靠神的時候 他都不能夠完全倚靠神的心態 這也是一個程度的 我們如何提升呢 就是跟神的關係密切 越看到聖經裡面的應許 又深信神的應許一定會成就 又經歷到神的作為 變成在生活裡面 他已經習慣了倚靠主 那整個人就會 你看到他 整個人都會輕省 會有力量、有盼望 分享的時候都有力量 會有這些不同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進步的 怎樣進步呢 就是越親近神 越倚靠神 也都一聲來一講話 譬如指示我們的罪 我們立刻悔改 指示我們有生氣人 立刻我們處理 有些什麼做得不好 立刻處理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就越聽神的聲音 他就越能夠走到神的路 還有他心裡經常都在想 神長的一切 我不用用人的方法 譬如 就算很簡單 經常都想拔人 去跟我們 這也是用人的方法 如果一個人經常這樣做的時候 他的心靈都是有些問題 或者經常都擔心 那些人會不會走了 那些人走了怎麼辦呢 那又是一個問題來的 或者是 我怎樣用 即是很憂慮 我能否改變到人的生命 那這些都是 即是他的生命未成熟 但事實上 很多人都是對神的信心未必很強 即是能夠說 我很放心 我親近神 信從神 神一定祝福的人 能夠很輕盛地去侍奉 的確不是很多人做得到的 那這個一步步提升 我又覺得呢 不用說很擔心 糟了 我是不是做得很不對呢 如果一知道不對 立即我們處理 但是 你自己是 決力去做 決力去親近神 決力去做的時候 又不用擔心 但是你留意到 有東西要改 你就盡量去說 有人給你意見 你盡量去思想 是不是 我需要修改這些地方呢 那如果有人給你一些提議 那你就問一下他 到底我有些什麼地方改 就去問他 那你就會清楚知道 其實他想跟你表達 在什麼地方 你需要更依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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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單沒有人 你想要更依靠 你嗎 你沒有人